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你们的罪得以图没 这样那安苏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内容是这样说 凡是想和基督同得天国生生命的人 必须在心灵和思想方面经过一番变化 这种变化不透过基督的能力就不能发生 我们如果要正确地侍奉上帝 就必须从成立而生 这才能令人惊醒 圣灵必洁净心灵 根深思想 并赐我们新的能力得以认识和敬爱上帝 又令我们情愿服从祂一切的条件 这才是真正的敬拜 上帝要求祂的子民不断前进 他们需要认识到 方中食欲乃是心智提高和心灵成性的最大障碍 很多人虽然自称健康改良 但是就吃得太多 方中食欲乃是身体和心智衰弱的最大原因 也是虚弱和早死的主要基础 正在寻求拥有纯正精神的人要记住 在基督里有能力控制食 肉食对于身体的健康是有损的 所以我们应该学着不摄取肉食 凡是在可以得着蔬菜为食物的环境之中 若然仍然在这件事上除一己所欲 任性吃喝就必渐渐不顾主所赐予的 有关现代真理方面的教训 亦都必然失去对于何谓真理的理解 你等人必会收他们自己所中的结果 我劝老年人和少年人 亦都劝中年人 你们都要弃绝烦足以令你们受害的事 要本着牺牲侍奉主 当时儿童明智地参与这项工作 我们都是上帝家旅的人 主要他的乙女 无论老少都毅然缺然地折制食肉 将钱省下来作为建造会堂 和公用报道士的用途 1910年2月24日 平日宣布提到 我无止事要向父母的人说 在这个问题上 你们当将自己的心和灵完全归于上帝 我们需要时常记住 当此蜂蜂时期 我们俩是在宇宙之主面前受到考验 难道你们还不肯放弃一切有何于你的嗜好? 口头的承认并无价值 你们应该以黑己的行为 来证明自己送从上帝 向他特别指纹的要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听众继续收听明天的神中科 再见